好 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到现在已经倒数计时了 那么在现场几位候选人可以说在美光灯之下 可能说是比较被遗忘在这个角落当中 但是他们对现在的选战的发展 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也有自己的意见 我们先从1号陈伯伯 陈汝斌先生来开始发表您的看法 你对选举选 选举选今天这样 你有什么跨法 你对两位没来的候选人 你有什么跨法 什么 选举选到今天这样 你有什么跨法 你有什么批评 还有今天两位没来的候选人 你有什么建议 没有啦 现在我说是吗 对对 你说 我说政権是吗 不是 现在你先说选举的这个情形 选举啊 逢举 你有什么跨法 我是觉得这番选举 都计较在可怜我们两个人身上 这个误导台北市民的选择 这样很糟糕 这种选举文化最糟糕了 所以我有向法院申请这个假处分 明知不行 假处分就是 就是延后一国也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才一定驳回嘛 因为这种情况 这个属台北市民啊 这个选择啊 会遭到误导 真正的那个沃隆藏护的轮载 就是在我们这五国人身上 真的 因为以我来说 我有五十几年的商场战斗经验 我的整合力 我的赏势能力 还有这个建设特别强 我有这个把握 他们如果要跟我辨论 我都不怕 我不要准备 不要说用一些 好像这个外籍新娘一样 叫战手册 他们都用那些他们的幕僚 幕僚很多嘛 这给他恶补 这不是熟利的 那这两个没有来的候选人 你有什么 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如果这个媒体能够用这几天时间 都给我们这五国曝光的话 那情况都不一样了 尤其是我这个证件现六百个字 实在没有十分之一的证件 好像我这个证件都是 都是混流牛肉的正地有生 为什么呢 好像我这个国民自宅来说 国民自宅我有限定多久签那些多久 这个在这个证件公报上都有 还有这个到时候不能交屋的话 市政府要给这个抽到签的人 好像这个这栋房子 一千万要备罚一千两百万 就是讲的很具体很扎实 不像一些政客好像弄一些有奖跟没有奖的控包弹 我这个政策都很扎实的 都很扎实的 就是源头就是政治现金 对 政治现金的关系 你只能出人一斤 也都喊别扭 他五百万给你政治现金 你一定要回馈给他 不晓得几千万 这都是老百姓的心血的钱 我这个是政治现金 每一个人上限是一万块 我做数为贪污 就是我只能捐一万 任何人都只能捐一万 对不对 你这个给他显示出来 都写在这边 这个数为贪污 而且这个贪污要 要这个判二十年以上 自己承诺的 自己承诺的 还有这个政治现金没有改良的话 好像基隆的议长 这个被超到五百万 我这个是政治现金 是什么台湾独立的国民基金 好像纯水扁一样 这个真的 法官没有办法判他罪 我这个政治现金一万块 超过一万块就不行 最好是几百块的 最没有负担 还有呢 联正思维师 那个copy的联正思维师 没有我的二十%的强度 我这个联正思维师 就是我们现在的财产 哪也不明 最终是乱七八糟的 我这个思维师就是 你如果上任以后 上任以前有五百万的财产 上任以后变一千万 你负举证资责 而且第一審 第一審判决以后 你就有除除了 我有写那个 有写这个委托书 要写委托书写在 还有这个是什么 抛弃向法院提出假除分 好像汪金平一样 你假除分弄到来 就是他已经做完了 没有用 还有呢 还有抛弃 凑回钱的抛弃师 凑回钱抛弃师 好像这个 我这个授权给某某人 这个替我 我们就授权一些本党 他自己的党 他不能说中间说 我这个给你凑销 不能没有办法凑回的 这样才能把握住他 还有除除书 除除书要放在那边 那个你有地存有罪的话 就自动给你提出 你不除除也不行 所以曾伯伯认为 他如果要当台北市长的话 清廉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这个是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而且我要捐钱给你 最多一万 因为我捐个五万块 我拿你一万 没有钱什么人情 在这一点上是很好的示范 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请教你 那接下来是赵波波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您对于现在 选到现在的选举环境 有什么看法 对连胜文 柯文哲 有什么看法 多少时间 两分钟 刚才我叫赵延晴 山东润 我是二号 产生台北市长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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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饱子馒头 打虫打算的人 我认为 我们这次参参 像 可先生 像 省委 他们的参参 他们的参参 是很早就提步了 我们另外五个人 就是要普通 参会的规定 我们十四号以前 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讲话 我都没有听到一个人讲话 因此的话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遵守规矩 才能够带领社会 但是 我认为 散民主义 有规定啊 我在大陆上学了散民主义 说要先要求神 是国平天下 但到台湾来以后 怎么有那个欺账 很多人一个人执政 娶了很漂亮的太太 她说 方向转变了 把天安 拿回另外的地方 说有很多坐落 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的话 我认为 台湾今天受了 吃了油的这个影响 很多人都赚不到钱 国家的财富顺收 先做的介绍 我们应该 台北市 应该找去 要有能力的人 像 李国鼎啊 陈一璇啊 像黄新杰 李登辉这样的人 他们对国家都有很大的贡献 我要把 主要的产生的目的 就是说 我要把这些 在野党 有能力的人 和 执政党有能力的人 同时 走当台北市场 通其 平其平作 一件事情 绝对 不要一个人为 为 因为现在 很多 换包 这个 老公家 我的心想都领不到 我加班 一个分钟吃到 要扣我五百块 我两万块钱每个月 只有一万块钱领导 所有的工作 都好的工作都外包 他说你要当台北市场怎么办 我说 我当台北市场 这是短暂的 我怎么样 拿出来 我得搭建开矿的这个 这个 带宽 来 建造 社会 增加 教育 创造 这个 神话 点子 点刀 给这个 集结等等 不同的实验的官 让台北市民可以自由进出 让你得到更多的国际的 新职 上次 这个 半导体 有很多人还不了解 怎么要水流 砖流 那为什么 这个 射击是复迹 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 电动 和这个 电流的 这个 这个 迷动 而影响 让大家更多 新的知识 将来可以做埃迪森 距离附队 那就是说 将来 每个人都有出头的天 他就不会自杀了 好 谢谢赵伯伯 还有 我说希望的就是说 上我们 很多人没有 没有钱买房子 那我也拿这个钱 因为 雇雇能雇不齐啊 我们要去 举人的腿头机 来建造这个 房子 给没有 房子的人居住 我坐这两件事 做了一段时间的话 我不干了 你特别是 要找出来 在写的太平市场 这个太平市场 就是说 我们要 一定要做到 老百姓五十万人的要求 人民又认 人民又全 人民说了算 还不行 还要在 人民可以更换地方受章 嗯 在这我们马尹就将 总统将 希望香港啊 能够灭出自由 认了他一看 哎呀 你们台湾 现在 慢慢的又齐省 就是说 我们这个太平市场 不能一个人当 最好是很多有能力的人 什么样有能力的人 你讲出来 上台北板条那边有个火车站 那个大路是谁盖的 他长过大 很有经验 那比我的经验 我自在 这个总和盖了一个两层楼房 我捡十字 现在别人住到 那你住给你了 我不要了 他说你要不要钱 不要 我自己住房子就可以了 那我说 我做人下人 如果我有房子住 我有饭吃 我们台北市 没有房子 没住住 你得吃我的饭 你得做我的饭 你得做我的饭 我怎么样能做一个人下人 做你这个弄力 嗯 我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将来以后 我们台北市 由于这个很多 台北市长的共同的领导 我们能增加社会的财富 嗯 是 好 谢谢 那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有李院长的仪师 谢谢